这个男人和一只小熊被困在电梯里 半个多小时过去 还没等来救援 男人开始变得急躁起来 他脱去外衣 给八块腹肌散散热 但没什么效果 他又继续往下脱 旁边的小熊一看忍不住了 大锤以为小熊是个男人 主动道歉穿好衣服 还帮对方脱下熊装散热 可惜用力过吗 又把人家的衣服撕开 小熊尴尬地离开射死电梯 但是大锤回头又追过去送熊头 小熊名叫小美 是个图书管理员 打扮老土大龄未婚 是同事的笑柄 家里的累赘 按照当地的风俗 姐姐必须先出嫁 妹妹才能结婚 于是妹妹每天哭着喊折 让姐姐快点嫁人 父母也给小美介绍了十几个对象 但是每次都因为老土而被无情拒绝 楼下的邻居大锤 喜欢她散发出的滋补味道 每次都找理由偷偷接近她 还在书里留下表白书签 可惜小美一直没发现 这样大锤行灰异了 毕竟她是一个坐了八年牢的人 不被老师本分的小美接受也正常 这天凌晨四点 小美突然敲开房间 大锤以为对方已经知晓她的心意 小心脏道跳出来 只好用健身 也是内心的激动 结果发现 小美只是来请她帮忙 找美容师改造自己 这荧幕正好被美容师女友装剪 女友以为 他们刚飙过车 一个酒瓶直接砸过来 大锤顺势把小美拉进怀里 而自己的背上插满了玻璃渣子 小美留下来为她疗伤 她一个翻身 把小美搂进怀里 这荧幕正好又被老爹看到 老爹思想顽固 绝不允许女儿和一个混混在一起 让家族蒙羞 二话不说 上前就朝女儿一巴掌 更离谱的是 老爹马上打电话 小美就这样被父亲赶出家门 正在她感觉无家可归时 大锤已经帮她做好了房子 还陪她到市场采购 小美抢过大锤的烧酒 一迎而尽 马上开始释放天性 在市场里手无足导 完全放肥自我 对大锤风情万种 百般依赖 大锤以为 自己已经尽身为男友 可惜小美酒醒 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她可能只是把大锤 当成自己信赖的大哥吧 小美告诉大锤 她只想嫁给有钱的富二代 只有这样 父亲才有可能接受她 大锤连夜带小美来到农贸市场 找到隐藏民间的美容大师 在大师的团队打造下 丑陋又保守的小美 瞬间变成人见人爱的都市利人 可以轻松拿下富二代 她想让父亲第一时间 看到自己漂亮的样子 结果却看到 父亲正在给她举办葬礼 女儿还健在 父亲就已经为她举行了葬礼 自己的照片挂在了墙上 房间里还敲锣打鼓 父亲正在忙着为她超度 女儿瞬间万念俱灰 看来父亲是真的抛弃她了 就因为她和隔壁的大锤混混 搅在一起 父亲觉得 她犹如家族荣誉 直接和她断了关系 就当这个女儿已经死了 大锤知道后 一直陪在小美身边 还给她搜集了一堆富二代的资料 做和她和富二代在一起 大锤就坐在对面 看着小美和富二代相互投食 现在她捏克了酒杯 她对小美的爱碎成了渣 只有疯狂健身 疲惫自己的身体 疯狂饮酒 麻醉自己的神经 可这时小美又打了电话 请她一起帮忙 采个嫁妆 她那忧郁的小眼神 对小美暗自着迷 小美和富二代结婚后 就要去土耳其生活 大锤的心里万般不舍 小美却一点也看不出来 还邀请她作为娘家人给她送亲 大锤带着新娘小美离开了出租屋 坐上去结婚登记的车 她摘下路边美丽的花洞 祝小美新婚快乐 然而没想到 小美等了一个小时 也不见富二代来登记 原来富二代的父亲 得知小美已经被父亲举行葬礼 不再接受这个儿媳妇 小美让大锤揍富二代一顿 可抱脾气的大锤 却迟迟不肯下手 她还想为小美争取机会 一旦动了手 事情闹大了 小美和富二代就彻底闹白了 即便到了现在 大锤还在为小美考虑 背上过度的小美 想把自己献给大锤 双手抱住大腿 让她不要离开 可大锤却说 小美依旧没有拒绝 她这个时候最需要安慰 一把将大锤拉到自己的身上 发生了美好的事 原本以为他们会就这样在一起 没想到第二天 富二代就和小美在楼下 亲亲我我 富二代带着小美离开了酒店 而大锤手机里 还收到一条小美的拒绝短信 她一怒之下砸掉手机 这该死的舔狗 她再也不干了 她打拔好东西 准备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 而就在这时 小美的母亲 送来了妹妹的结婚请帖 希望大锤能转交给小美 大锤一开始是拒绝的 她不想再做备胎 可最后还是接过邀请卡 她去图书馆 发现小美已经辞职 于是就把邀请卡 交到富二代的公司前台 可富二代却说 她已经和小美分手 不知道小美去哪了 大锤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她四处搜寻小美的踪迹 终于在野外找到了小美 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美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说 还把大锤臭骂一顿 让她不要再跟着自己 大锤并没有一走了之 她把妹妹的勤帖交给小美 小美也终于忍不住 一把扑到大锤的身上 可随后就昏了过去 原来小美得了脑癌 暗恋许久恋人 终于截然一身 回到自己身边 却是已患脑癌 时日无多 不担心被父亲赶走 于是大锤偷偷地 在婚礼现场装了监控 她可以远程 看到妹妹婚礼的每个细节 可就永远等不到 属于自己的婚礼 大锤鼓起勇气 向小美表白 可小美觉得 大锤只是在安慰一个 即将离世的人 那不是真爱 而是可怜 大锤希望小美能开心 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来到小美家里 扯下小美相框上的滑圈 撕得粉碎 父亲上前就给她忍光 她坚定地告诉对方 父亲把大锤送到警察局 她原本和小美约好 在图书馆见面 可现在 警察一个电话都不让她打 她只能一路疯狂输出 向图书馆的方向狂奔 在图书馆里 小美终于找到大锤 藏在书里的表白标签 看到这一串串真情告白 小美终于明白 那个真正爱她的人 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宁愿折断自己的翅膀 送她去飞翔 她马上拨通大锤电话 可电话再也打不通 难道他们的爱情 还要再次错过吗 好在大锤最终 挣脱警察的怀抱 赶来图书馆 见到小美 两个相爱的人 终于光明正大的抱在一起 大锤要举小美为妻 大锤再次来到小美家里 把相框上的花圈扯下来 还用枪指着小美他爹的脑袋说 小美老爹被完全站住了 几天以后 小美和大锤准备登记结婚 父亲也突然来到现场 这一次 他没有再阻止 同意将女儿嫁给大锤 因为眼前这个男人 为了小美 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再也没有比这更忠正的誓言了 经历了无数爱情折磨 大锤终于在结婚登记表上 完成签字 小美也吊着一口气 努力掐好记得名字 之后就鼻子流血 倒在了大锤怀里 而父亲这时才知道 小美身患绝症 活不了多久 父亲心如刀脚 目光呆滞地坐在床边 不敢面对女儿 就因为女儿和大锤相爱 父亲就和她断绝关系 还要为她伴葬礼 父亲一直在等女儿 回来道歉 没想到等来的 确实和女儿的诀别 女儿反过来安慰父亲 不要悲伤 父女二人紧紧抱在一起 原谅了彼此 大锤发现 小美故意把一朵花夹在书里 那一夜正好有 大锤和父亲的图片报道 图片上有一棵树 原来小美死后 想把自己的骨灰 埋在这棵树下 大锤痛恨父亲 已经十年不见父亲 为了小美的最后心愿 大锤终于回到父亲的豪宅 向父亲开口 借那棵树 小美问 大锤和父亲 到底有什么矛盾 原来十年前 大伯害死了一个人 却栽赃给了大锤 父亲原本是最厉害的律师 但是那次为了保护大哥 他放弃了为儿子辩护 儿子因此入狱八年 大锤永远无法忘记 父亲当初绝情 抛弃他的样子 小美拉着大锤的手说 他们开始最后的告别 小美一遍遍地说着那句 迟迟没有说出口的 我爱你 话蝶去寻花 夜夜漆芳草 小美的离世 让大锤重获新生 她和父亲言归于好 而且改邪归正 成为一代大律师 她来到埋葬小美的大树前 告诉她一切 微风吹过 振振花瓣落在她身上 好像小美从未离开过